大家好 我是赛挺队长 家屠四弟胡思乱想 那今天呢 再讲一个和足球有关的故事啊 咱们呢 总说 世界上有文明的一面 有邪恶的一群 文明指的是极少数掌握了国际真理的国家 邪恶的那一群呢 是昂萨人以及他们的走狗为主 不过话说回来 无论是真理国还是邪恶国 起码啊 他们都认同现有的国际秩序 不会去破坏这个秩序 不愿意去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 对于一些人嫌狗不带见的那种组织群体 他再怎么样都不能去承认的 就像是那个邪恶的美国和充满正义的俄罗斯 两国关系不好 两国不对付过不去 但是美国再怎么样 他也不能和俄罗斯内部的那些什么车臣分裂分子 什么那个达达分裂分子跟他们建交 那然而世界上呢 有这样一个组织 他们呢 专门去收容那些人嫌狗不带见的团伙 然后这些团伙以那什么流亡政府 独立势力分裂分子为主 说难听点 这有点像一个世界恐怖组织大杂会 那这个协会呢 叫做CONIFA CONIFA 这叫做独立足球协会联合会 官方说话呢 就是说旨在监管和促进那些非国际足联会员国足球协会的 他们足球事业的发展和交流 当前呢 国际足联的会员国差不多是 都是能满足会员标准的这些国家和地区 他们基本上呢 就要有一个 能得到其他国家所承认的合法的这样一个行政体系 而独立足球协会这不一样 所有不被国际足联成立承认的足协 全在其中啊 像03年 03年一个自称是新足球联邦组织啊 这样一个组织 开始呢 就是给那些没被国际足联啊 承认的足球协会啊 给他们背书 然后给他们去举办 承办那种国际性的足球赛事 他们呢 呃 就是最有诱惑力的想法是什么呢 加入我们来了 然后我们举办自己的世界杯啊 你这国际足联有世界杯啊 那我们这个也有世界杯 当时叫Viva 就是Viva世界杯啊 那么2013年的这个 这个组织因为内部意见不合 然后宣告解散 那么独立足球协会的 独立足球协会联合会就宣布接管 2014年他们开始举办世界杯 两年一届 里边的成员有车臣独立组织啊 南欧赛提阿布哈兹独立组织 江独藏独 日本琉球独啊 然后后边呢 就是后边我就管这个组织 叫做暗黑国际组联啊 就是所有不受待见的分裂势力 不被承认的分裂势力 邪恶势力在里头那就是一个大会退啊 其实起初啊 组建这个协会的初衷是什么呢 就是让世界看到 现在还有一部分少数人呢 在努力啊 就为足球努力 然后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存在 接受他们的诉求 那比如说有一个 有一个族协叫萨米 这是什么呢 来自北极圈附近的萨米族啊 组织的萨米独立运动 一直 这是一个挪威北部的一个民族 民族也是历史优秀 一直在北部地区啊 挪威北部地区进行牧羊啊 渔猎这个活动 然而呢 随着挪威这个现代国家的形成 以及这种现代化的进程 原来萨米人他的权益就受到了侵害 土地被剥夺了 然后文化啊 也被压抑 不被视为是挪威的主流文化 因此萨米人开始组织各种政治和文化组织 以争取自己的权益和文化认同 所以这才有了萨米族协啊 此外呢 还有在日朝鲜人族协这是日本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 因为这个身份呢 现在在日本就是比较特殊啊 也是在日本社会也是比较受歧视的 就是咱们咱们常说有就是管朝鲜族 叫险族 其实险族这就是对那些在日朝鲜人那一种侮辱性的称呼 其实真的你不应该这么叫当年那个日韩合并的时候 一零年啊 日韩合并的时候 就是朝鲜人去日本打工讨生活 那因为你是一个你是一个被灭的 你是一个被灭掉的国家嘛 然后你到了日本之后啊 日本那个经济科技那么发达 你去之后只能是从事一些重体力的啊 就是那种劳动劳动秘籍型的那种脏活的一活 指定是干这些 你干这些就难免得社会底词嘛 你就得遭受白眼嘛 所以日本人管他们叫险族啊 就是这个 这话呢 今天来讲就跟什么 那个东北老外地抽药犯的一个含义 这是有那种贬低性甚至是侮辱性的称呼的啊 所以咱们咱们身边吧 咱们身边如果身边有朝鲜朝鲜族人的话 叫他们朝鲜族啊 别叫他们险族啊 就在这做一个科普 那么你看这些在日本的朝鲜人 因为是被歧视啊 被翻白眼 所以呢 他们抱团取暖啊 就是成立了一个这么独立的组织 然后就有了这样一个租协啊 那还有这个租协啊 是 其实是合法政府的啊 是是被世界承认的合法政权 只是他们本国实在是条件有限 没法搭建起一个像样的足球场 就是满足不了加入国际足联的条件 那就只能加入那个暗黑国际足联啊 像太平洋上有一个岛国叫图瓦卢 全国最高的海平面 只有呃 全国最高的位置 只有 只比海平面高四米啊 就一个大浪打过来 国家没一半啊 那由于他们没有一个合格的球场来举办足球比赛 甚至说 他们连那个 就哪怕是真举办 举办足球比赛了 那 客场球员过来 你不得安排人家的食宿啊 他连安排人食宿的旅馆酒店这都没有 所以他们始终就无法 嗯 达到加入国际足联的标准 于是呢 就加入了暗黑国际足联 2018年 他们参加了暗黑国际足联的世界杯 当时是和他一个小组的 是这个 那个意大利 意大利北部 有一个帕达尼亚独立组织 然后罗马尼亚境内的匈牙利人 他们又成立了一个叫做塞凯伊兰独立组织 然后还有津巴布韦一个地区的独立势力啊 他们几个就分为异图 因为这个 呃 暗黑国际足联呢 他是来者不拒 来者不拒 后来呢 就逐渐成了所有独立分子的聚居地 有一些呢 是分离势力就已经实际 控制的地区 比如说北塞布路斯 那他们的足协就有完整的联赛系统 足球水平在这些 暗黑国际足联当中啊 处于顶级地位 那还有阿布哈兹 阿布哈兹地区位于格鲁吉亚境内 以阿布哈兹人为主 90年代苏联解体的时候 阿布哈兹人与格鲁吉亚人 矛盾加剧 然后阿布就是在格鲁吉亚共和国独立的时候 阿布哈兹共和国也宣布独立 随后呢 格鲁吉亚就派兵进入阿布哈兹啊 就爆发了应该算是他们的内战 那阿布哈兹呢 击败了格鲁吉亚 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 然后也获得了俄罗斯的支持 和承认 像那个 像这个 近些年 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关系不好 有矛盾 这阿布哈兹问题也是他们矛盾的重要来源 他们这种 所谓的国家 那肯定不能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吧 所以他们只只能加入这个暗黑世界杯 然后阿布哈兹还赢得了一届世界杯的冠军啊 此外呢 像格鲁吉亚的南奥赛提啊 阿塞白乡的纳卡地区也都加入了这个足联啊 顿涅斯克和卢干斯克 就这两个俄罗斯扶植的乌克兰傀儡政权 他们是否加入了不太清楚 但如果是他们想提国际比赛的话 那也只能这么干啊 也那别只能这么来 那除了这些实际控制区的独立组织 再就是那些阿毛阿狗独立组织了 就包括僵独藏独 我还是重申一遍啊 我是支持祖国统一和领独完整的 这种组织就是尿坑里的泥秀 他发不起多大浪口啊 再一个就是不太知名的 像这个美国 美国俄罗港州和这个加拿大边境 有一股这个分裂势力 叫做卡迪卡迪亚独立运动 然后英国国内有这个主张 马恩岛独立的爱兰万宁运动 针对意大利的 还有西西里独立运动啊 西西里岛独立运动 萨丁岛独立运动等等 前些年意大利的球星巴勒特利 他没有得到国家队的征兆 然后他是在西西里长大的啊 可能是黑手党长大的啊 在西西里长大的 所以这西西里独立运动还说呢 邀请八神去参加这个暗黑世界杯 现在呢 这个暗黑国际足联 拢出来了200多个所谓的会员国啊 绝大部分都是玩票 刷存在这样的性质 并不是为了真提球 比如说日本的那个琉球独立运动 他们参加比赛 那一场要输20多个球啊 所以我真但是我建议啊 各位把这200多个所谓的成员成员国拎出来看一下 就是了解一下他们所谓独立运动的来龙去脉 然后他们为什么这么闹 他们闹这么闹有什么逻辑 这真的这非常有助于 咱甭管他们说的对不对啊 就是就算是他他说的是错的 他是活着八道 但是我觉得也有必要咱去看一遍 就他非常有助于咱们去了解这个世界近新代史 那你可能说哎 这个暗黑国际足联呢 他好像是有有政治立场 就但凡是被这个主流不带进来的 他他都都接受 对吧 我呢倒是觉得他好像还真没有什么立场 因为只要是愿意加入的 一律不看背景 不看条件都支持 这就像当初那个华约加入检阳组织一样啊 加入华约加入检阳组织一样 就是不看你对国家没有任何的要求 你只要把这单的递上来 我就给你盖章啊 我就承认你 像俄罗斯啊支持阿布哈兹独立 然后呢 他反对车臣独立 但是这两股势力 这个这个暗黑足协啊 暗黑国际足联都有啊 那土耳其他支持北塞布路斯独立 他反对国内的库尔德独立运动 这俩这里边也都有啊 包括还有什么 针对印度的泰米尔独立 庞哲普独立 什么针对巴基斯坦的 克什米尔独立 那个呃 贝鲁支省独立 这个 还是都是都能在里边找到成员 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 真的是你很难找到这么一个把全世界所有的主要国家都能得罪一遍的组织啊 那 这么一个算是人类其形种吧啊 这样这样一个由人类其形种组成的组织那正常国家肯定是要离越远越好嘛 没有谁愿意跟他们提比赛 然后也没有正经的企业愿意给他们赞助 2021年他们就想办这个暗黑世界杯啊 想在法国举办 然后用的是什么呢 就是法国尼斯独立运动的场地 后来就因为不明原因 取消了啊 那你说你能因为啥这个不明原因取消啊 就你以为法国那些总统总理法国那些政要都当看不着啊 对吧 不可能的 然后打赖那个藏独他也想办这个世界杯 反正我听说的是他在印度那边又租场地又干嘛 但是来来回回是叫了一年 这事最后也没办下来 因为他们这个世界杯比赛呢 通常是在那些有实际控制区的分裂势力那集团里进行 比如说北塞布鲁斯 比如说阿富汗兹啊 尤其是北塞布鲁斯 他已经是把这个承办暗黑世界杯啊 当做自己外宣的这样一个桥头堡啊 那有句话讲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 这暗黑国际苏联暗黑世界杯啊 他就有这样的趋势 就是你本来你说世界上现在有一套这种光明的公开的行之有效的规则与秩序 然而他们呢就是偏偏是那群愿意躲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啊 享受那种没有光照的黑暗角落 那要不怎么有句话叫蛇鼠一窝呢 就是这群人真的是只配合这群人玩啊 你随便找一个正常的国际苏联会员国跟他们踢球 那你真是你恶心那国际苏联会员国呢 对吧 那行了啊 关于这个暗黑世界杯 咱们今天呢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